Hello,大家好,我是子涵 今天我们来聊天门巴掌 108局,36天局,72地局 由于内容会证实已经被列为禁书 今天来讲一个古代 商城阶级和现代商业大佬 重复外传的扎床哲学 还是讲一个动物情节的故事 是指一样一只豹子管理食着狼 并且给它们分发食物 豹子领到了肉 把剩下的食份给了狼 这十只狼都感觉自己分晓了 它们合谋起来,向豹子表达不满 虽然单独一个狼打不够豹子 但是十只狼聚集在一起的攻击力量 就无法扑似了 豹子昏溜溜地跑去找狮子狮子 自己微微一笑,说 看我的,狮子把肉分成了11份 但是大小不一 他先挑了最大的一份 然后昂爽离开了 由上其他的狼聚讨论如何分配剩下的肉 为了争夺到大点的肉 狼群飞腾了 不狠狠地上库攻击 传人不顾自己是否平均分得到肉 报纸傻眼了 第二天,狮子一眼把肉分成了11份 但是呢,他却挑走了2块 少少了9块给十只狼 让他们自己讨论这些肉怎么分 十只狼开始商库少多食物 狼多肉少 最后只剩下一只肉少的狼倒在地上 咽咽一丝 第三天,狮子把肉分成了5份 自己拿走了3份 然后把1份又分成了9小份 狮子告诉狼 每个都可以领到1小份 我要考察你们最优秀的 可以获得那份最大的 狼胜出的狼两个子的那一块 各自考虑了一份 一身狼手把自己那一份的1小部分分给了狮子 还有一只狼甚至把自己的全部的肉都上交给了狮子 就这样狮子把分出去的肉要悄无声嘶地拿了回来 得到了全部的80%的肉 最后一天狮子把全部的肉占了 并让狼吃吃草 由于之前的竞争 狼已经无力在战 只能逆来生寿地接收任何人的指令 霸子佩服的五体投地上至着询问 这是什么鸡车啊 狮子微微一笑说道 这就是世界上定制谋略帝皇术 懂得帝皇术的人都可以在不知不觉中 操控别人的身制 现在你是不是明白了 为什么那些割种穷人的艰森和苦难的故事流量很大 有些东西看起来的例子 其实就是异弄抵抢人士 总有一大批人割种着身处苦难的人 比如怀孕八个月的女主女业送外卖 或者年过八天的女业减肥去养活两个孙女 这些人无时无刻都在告诉你 在这个社会上你并不是最惨人 比抵抢的人多的是了 你要知足你要奋斗 然后你感动的擦了擦眼泪 把心头对社会和生活的不满往下压了压 然后继续像头鱼一样一复一律的生活 这岂不是一个局吗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局里面 有小局有中局有大局 小局取财中局取人大局取国 其实谋略并不是骗局 而是一种高深的智慧 想要欣赏思想达到目标 就要懂得如何去做局下水 要懂水性 做局要懂人性 破局要懂谋略 只要掌握这些 你才能避免吃亏 如果你不理解这些 你将会吃亏 如何懂得用谋略来破局做局 那就需要学习了 你的知识储备量要足够大 证实要足够广 罗词是我要胜命 多看看一些关于策略和智慧的内容 将改变你对策略和智慧的因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